这回乡深夜发生一起行车冲突 一名无性驾驶行停温泉路疑似没有减速 引发后方车辆驾驶不满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无性驾驶被欧伤 而且车辆也被破坏了 虽然事后双方了受散 但是警方还是透过阴眼 把涉案的五个人依法侦办 深夜子时 右边行驶的车辆就在大马路上 分别被白色以及蓝色轿车包围 对方手持棍棒与下车的驾驶理论 双方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整个过程也被路口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警方获报也在第一时间到场了解 不过双方人马早已鸟受散 即便如此 警方对于聚众暴力斗殴零容忍 透过阴眼 注意将涉案的五人带回派出所 经了解 系无难开车行经小资电外道路 穿越行人之间 疑似会减速 引发店内员工及客人不满 而向无难呛吓 引发冲突 无难驾车离开后 遭多部车辆逼车难停 双方发生冲突 造成无性男子 车辆疑似遭持棍类之男子 砸车毁坏 一遭不知名男子殴打至多处瘀伤 随举一轻人均驾车离开现场 警方立即扩大调阅涉案现场周边监视器画面 掌握四车及五名涉嫌人 并以道案说明 而这一起疑似驾驶为减速慢行的行车纠纷 引发双方严重冲突 造成一名无性驾驶车辆被砸毁 人也多处于伤 警方当日逮捕五名嫌疑人 道案说明后依据众斗殴 伤害毁损进一步侦办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